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6号 周五的股市大攻略 我是于国庆 这个礼拜台股剧烈震荡 你这个礼拜心情有没有七上八下 有 全市场上 散户 这个礼拜真的简直是被震翻天了 真的头晕脑胀 好 各位 这个其实在股市 老手都知道一个道理了 就是股市不怕震荡 但是怕你的心情随着大盘起起伏伏 对不对 如果说尤其你看从礼拜三 当天大反弹500点 本来到这个礼拜二为止 从4月中旬到礼拜二 指数跌了1000多点下来 而且是用急杀的方式往下跌 所以到礼拜二那一天 市场上可以说是几乎是一片悲观 可是在极度悲观之下 礼拜三给你反弹500多点 然后一看反弹500多点 很多人到了礼拜三 心情又开始有点在偏多了 可是一偏多 昨天又给你倒砍下 往下给你倒砍了将近300点 昨天那个跌回来 很多人心情又开始 本来有一点点翻转好的心情 到昨天又给你当到谷底 对不对 可是今天又给你往上谈了将近300点 光是这三天的时间 我就讲很多人的心情 就是那种起起伏伏 不知所措 但在股市里面 最怕就是这件事情 在股市里面 你如何去分析盘式 你如何有个什么样的定见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自己 这个不管大盘涨 不管大盘跌 尤其在那种剧烈震荡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个定见在 那基本上你对于大盘本身 尤其各位 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的投资人 做股票也有 做期货也有 或是两者多在做的都有 但是不论你做股票做期货 当你有定见的时候 你操作上才不会被扒来扒去 对不对 那好 那问题是 如果说到现在 要是你自己没有方法 让你自己有一个定见的话 那怎么办 那你就看看为国庆 我能不能帮你 来各位 前面都不要讲 我们就讲这三天 台股在大幅度剧烈震荡的时候 那这三天以来 我跟你 我跟你 我跟大家 我讲了什么东西 搞不好我们就从大盘开始 对吧 从这个4月中旬到这个礼拜二 哇 这一段跌幅 跌在这个市场上人羊马翻了 但是礼拜三那一天 给你大反弹500点 而且这种跳空的方式 直接跳上去 本来这个盘到礼拜二那一天 市场上几乎是一片悲观嘛 对不对 好 但是重点是 当礼拜三这个指数 给你大反弹了将近500点之后 那礼拜三那一天 我是怎么样在跟你谈 后面的盘式你该如何的看 我讲了几个重点 我说第一个 因为这一波的下跌 已经出现了三个跳空缺口 往下的跳空缺口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这一段本身来讲 它的跌幅已经达到满足了 尤其刚好又跌到季县附近 对不对 好 当时我讲 我说这个地方 在这里 你现在先不要看空 你先等反弹就好 讲讲完 果然礼拜三跟你反弹上去 好 但重点是 礼拜三反弹之后 我又跟你谈了几个重点 我说第一个 因为礼拜三反弹上去 有把第三个跳空缺口 已经有封闭掉了 我说这是个好现象 有没有 大盘已经封闭了 第三个跳空缺口 这是一个好现象 所以多头在这个地方 是有机会慢慢要转强的 不过当时我也给你讲了 另外一个重点 我就是说 因为礼拜三拉过去之后 因为封闭了第三个缺口 所以我们把缺口的下缘 就在礼拜二那一天 大跌500点 800点的 当天盘动的高点在19992 我礼拜三跟你讲 我说这个盘 当然因为礼拜三 短线涨太多了 所以我说 这个大涨之后 短线一定会给你拉回 一定这边会做震荡 但只是说 后面的震荡 有两个地方 你特别注意一下 第一个 如果这个台股的力道 是非常强的话 那隔天的这个拉回 基本上 这个19992就不会跌破了 我当时我讲 我说你记个整数吧 就2万点了 很好记了 所以我说如果这个盘 有拉回 如果说连这个地方 都能够不跌破的话 那代表说这个地方 多头的力道非常的强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说好 如果真的这个地方 19992再被跌破的话 那因为这个礼拜三 它是用跳空的方式 直接跳过这个五日均线 所以既然跳过去 所以我说那再来的话 最差最差有没有 就在1984年到 就是在这个地方 19800这个地方了 这里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短线上 一个算是一个多头很强的支撑 何况我讲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礼拜三的这个指数的大涨 也是用跳空 也是以跳空的方式 在往上跳嘛 所以我说那这地方 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头的 第一个跳空缺口 有没有 我都讲得很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这来讲的话 所以基本上我说 这个地方有机会 那边开始好像做扭转 讲完之后 果然昨天跌下去 而且昨天 是以这个直接用跳空的方式 一开盘 直接开盘了 就跌回到 直接跌破了 我所谓的1992的这一条线 所以这是为什么昨天的盘中 反正往下去跌了将近300点 好 但是不打紧 昨天我跟你讲过了 说好 这个地方就算 1992暂时没有撑住 但是反正往下去 往下去 就看 就是我礼拜三讲的 那你看这个跳空缺口的 礼拜三盘中的低点 在这个地方 在就差不多19800这附近 那最刺激 这个地方不跌破 多头来讲 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好啦 那反正昨天跌下去了 那 其实到了昨天 很多本来礼拜三 很多人心态 刚刚开始要翻多的 一看昨天这样跌 哇马上就丢回去了 对吧 那你呢 到昨天这根黑棒 你是怎么样看这个盘 很多人就是心情就七上八下 哎呀今天大涨 我就心态好 心情好一点 哎呀又跌个300点 哎呀心情又很低落 那我说就是我所谈的 你的心情起起伏伏 那你这样 你怎么判断大盘 要涨要跌 你怎么去这个股票 你怎么样 对不对 尤其这个哪些好股票 这个你有定见 你hold得住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好啦 那你看但是anyway 反正到了昨天晚上 哎这个尤其像这个阿发贝啊 公布了这个财包之后啊 哇这个 不管这个盘后啊 股价大涨什么之类的 反正昨天美股都废半了 又涨了一%多 好吧 所以这个顺势带动的 今天的这个台股 又给你跳上去 而且今天这个跳空缺口上去 也是非常的大了 好啦所以在这地方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我讲的嘛 最差最差 反正这个缺口这个地方 没跌破的话 反正多头都还可以接受 好啦 那经过昨天震荡之后 到了今天上来了 好各位那 那说老师哦 那再来这个盘下礼拜 下礼拜到底该怎么看 一样了 第一个 还是重点还是 因为今天又重新用跳空的方式 又跳过去了这个1992的这个地方 嗯 又跳过了这个1992 好所以我还是跟你讲 那从下礼拜一之后一样 短线一旦发生震荡的话 我给你写个1 就是代表就是这个了 1992的这个地方 我直接写个1 比较讲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反正下礼拜之后 短线上如果有再拉回 那如果这个 这个线一这个地方 能够守住不再跌破的话呢 那还是代表多头强势哦 这就很简单 就就如同礼拜三 我跟你讲的是 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 好 那这个 如果说这个1 实在还是守不住的话呢 因为重点是 因为今天指数啊 已经算是 非常有效的 已经这个 深度的站上了这个十字均线 目前蓝色这一条 目前这个十字均线的位置啊 就差不多刚好来到1 就是在2万点这个附近 所以呢 这个礼拜一以后啊 如果说指数 又给你短线拉回的话呢 那这个1跟十字线这个地方 就是你一个短线一个 多头第一个的支撑所在 第一个支撑所在 记住这个 记住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真的啊 你说啊 今天美股又大跌 又干嘛 又给你搞一堆什么事情的话呢 那不差是 因为今天指数再涨之后啊 这个5日均线啊 已经从这一波下跌啊 一路下跌的走势呢 到今天开始啊 有没有看到没有 5日均线开始在弯头 再往上走啊 这一条 开始在弯头往上 所以目前5日均线这个地方 基本上也就是在 差不多1984年这个地方啊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目前 这个1也好 19840也好 这两个地方 又成为多头 一个很关键的支撑所在 好吧 所以而且重点是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多头的这个 因为目前结构上来看呢 对于多头是 比较有利啊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还是一样就是在 目前在最差最差最差 只要这个跳空缺口 就是礼拜三我讲的 只要这个跳空缺口 不再被下 不再被黑棒 给它封闭掉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哦 那多头就有机会哦 慢慢的去开始给你震荡走高 不过当然呢 目前以对于多头来讲的话 最大的课题就是 在下个礼拜之后 赶快啊 一样用一个 用中红线 用中红线 稳稳的站回到月线之上去 那如果说礼拜以后啊 能够再出现到中红线站稳 重新站回到月线之上去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那这样来讲的话呢 那这个行情就有没有 礼拜上我不是讲 我说这个地方哦 因为它是用跳空缺口 所以呢 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 形成一个导撞反转 我说机会有啊 对不对 我只讲这个有个调空缺口 这个来讲的话 代表说这个地方有机会 我说不要说微转 但是这个地方有很 有可能很可能形成一个 一个导撞的反转的机会 是存在的 那起码到今天来看的话 这个情况确实有在发生了 这样OK吗 所以来讲的话呢 那基本上哦 这个心态上这个你尽量慢慢想办法去 去去偏多你的心态吧 我只能这样讲哦 这个尤其我在讲 只要这个 这个调空缺口不再跌破的话 这是第一个重点 好各位 另外哦这个 如果说你做股票之外 如果你有在做期货的话呢 因为尤其我是这个 证券跟期货的双分析师 那我的会员当中呢 有做股票 有做期货 或是两个都有做的 各位 这个其实 所以啊 尤其如果说你这个有做棋子 或者说你想做棋子 跟我知道 因为很多的人啊 你的资金不会 这个 不是每个人都有几百万以上的资金啊 对不对 可能手上的资金大概只有几十万啊 那这样其实对买股票来讲的话 是蛮辛苦的 因为几十万做股票 你真的 你要累积财富是很慢 不容易啦 我说真的啦 对不对 因为有些好股票都是高价股 都是动的都两百三百以上 你不太也 你不太可能去买个什么 三张五张十张以上的啦 所以 如果说你的资金只有几十万 或是这个不到一百万的话呢 我建议你其实可以这个 把你的操作重心 一部分摆到这个期货上面去 其实你看哦 从这个礼拜三到今天 大盘来回震荡了三天 那我问你 其实尤其到了今天来讲 因为毕竟礼拜三那一天 礼拜三那一天 大盘的上涨 主要是什么股票在带动 对啊就是AI嘛 对不对 这个鸿海啊 所有的这个AI的 相关的什么 什么散热机壳啦 什么什么 反正相关的 台积电的这些供应链啊 有没有 礼拜三那一天是领头涨嘛 那所以礼拜三那一天 我就跟你讲 我说因为是AI这个领头涨 所以我在讲 我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这个不要说只看技术分析了 那你从盘面的结构来看的话 因为是AI股领涨 所以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地方 往上扭转的这个 这个几率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特别强调 我说尤其礼拜三我讲 我说因为礼拜三的股票 几乎AI相关的股票 几乎都大涨 可是相关的股票有很多啊 对不对 你说甚至像什么广达 这个礼拜 礼拜三广达也终于 拉一根涨停板了 可是我特别给你提醒 我说虽然AI的股票 大家都涨 可是我说再来 AI操作的重心 你要放在什么 散热跟耗段的检测 我说我就跟你讲 我说我认为再往后面去 AI里面 就是以散热跟检测 这两个相关的小产业 会是相对比较强的 礼拜三我们特别给你讲这个重点 好 那经过礼拜四 大盘震荡以后 到今天 加盟力 AI里面哪些股票最强 对 还是老实讲的对 哇 果然就是散热跟检测 你看 其实以这个鸿海来讲的话 对啊 鸿海这个 礼拜三也是领头长 对不对 可是你看经过礼拜四下 到今天 其实鸿海离礼拜三的高点 也差不多只有 就在礼拜三的高点附近给你晃而已 可是呢 如果你以散热来讲的话 哇你看 今天的双红 可是连续从礼拜三到昨天 因为昨天很多AI 像这个鸿海 像广达那些 昨天很多股票 开盘就直接给你跌回来了 直接给你跌回来了 那今天顺着大盘 才好不容易给你再往上攻 可是你看 昨天很多AI的股票昨天是拉回 可是昨天的这些 这个散热的股票 昨天是继续涨 各位 其实从 我不晓得礼拜三到昨天的节目 你看了没有 没有看 没有看的话 请你这个去这个YouTube上面 你把这个 我礼拜三到昨天的节目里 调出来看一看 调出来看一看 散热跟检测我认为最好 好你看果然到了这个 这三天以来 有没有 双红昨天也是往上涨 今天继续在创短线的新高 那这个 你看有没有 这是从礼拜三呢 我跟你讲 我说来来来来 我认为这个散热这一块 这是礼拜三的 再来 七红也是啊 七红也是昨天盘中的 盘中继续创短线的高点 今天也是继续往上拉 也是三天都是继续的盘中 不断的给你创短线的高点 这也是礼拜三那天 我说来来来散热散热散热 那再来呢 高利也是一样 高利甚至可以支持三支里面 因为它的股价比较低了 那高利礼拜三顺着往上走 有没有 礼拜三我这三支股票 我都拿出来给你讲哦 礼拜三节目你看了吗 没看很可惜 各位讲这条我先暂停一下 各位如果说啊 你如果说你到现在 还没有这个订阅 这个股市大公论的话 请你啊这个在这个 这个 什么这个 这个YouTube的这个QR Code 然后开启这个 然后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每天这个有空的话呢 把这个当天的节目看一看 因为我一直跟你讲 我说每天节目你有看的话 我相信对你的股票 跟股票的操作 跟对行情的看法 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在礼拜三那天 我就把高利有没有 齐鸿 我就三十五一起跟你讲 那我说你资金大一些 你买七八百块钱都没有问题 要是你的资金 比较那个一点的话 那你可以对不对 那你就针对像这种 三百块钱的股票也OK了 三百多块钱也还好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样啊 那高利到了今天 也是昨天继续涨 今天也继续涨 给你连涨三天了 所以你看 以上来讲这种走势 但是有没有确实比AI 其他的股票讲的话 其实已经强很多了 好 所以就是为 有没有印证到 礼拜三跟你所谈的这件事情 对吧 嗯 散热 而且除了散热之后 我说再来就是后段检测 有没有 我说这个 因为随着台积电 扩二次产能大量开出之后啊 这个其实这个 你这些AI的晶片出来之后啊 那其实在将来 在后段的封装 在检测这一部分 那外的量会变得很大嘛 所以我特别跟你讲 我说尤其在这个 这个检测里面的话 旺系 跟这个尹薇两个的话 算是龙头嘛 而且礼拜三我特别跟你讲 还记得吗 这就是礼拜三的这个旺系啊 礼拜二是随着大盘拉回一下 可是礼拜三基本上 我讲我说 当时我说旺系哦 非常 相对于大盘来讲 是非常叫做强势整理哦 因为大盘 到了这个礼拜二那一天 基本上 有没有 算是 算跌了1000多点下去 可是呢 尤其以这个旺系来讲 尤其旺系来讲 大盘到这个礼拜二 大盘从高点已经跌到这个位置去了 如果你要以位阶来讲 大盘从高点跌到这个地方来 可是呢 旺系股价是一直都守在 370-80块这个地方都没有再跌破过 所以我讲我说这个来讲的话 它这个相对大盘来讲的话 这个叫做非常强势的整理 有没有 那这个有没有 我说这个相对大盘来讲 非常强势的整理哦 所以这股票来讲 我说我认为这些股票 我认为是非常有机会的 而且 维尤其现在的资金大点的会员 有的这一支了 我早就跟你讲 我说这是我会员的股票 你看今天盘从高点 要到417块半 几几乎要创了这一波的新高了 盘从高点你看 大盘也不过才跌了1000多点 开始慢慢再往上谈 可是旺系呢 已经一直位置在高涨的地方 甚至随时要突破整理区的话 去再创新高了 强不强 那各位探针卡 对不对 就在做最后 封测的后一段检测的部分 那当时我讲 我说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 如果旺系 这种高档没有拉回 要是你觉得 老师这股大盘跌了1000多点 这股票没有跌 感觉是好像 是不是有点在这个 这个高处不胜寒那种感觉 我说好啊 如果说这种股票 你觉得它没拉回 你不敢买的话 那我说再来 那真正的龙头股 对不对 那不就是尹薇吗 那尹薇跟这大盘有拉回 而且拉回的幅度也不算少 那我说那尹薇 那更可以逢低买进 对 都是属于这个 后面那个检测探测卡 这一部分 礼拜三跌到这个地方来 你看看 礼拜三在哪里 礼拜三跌到700多块钱 这个地方 跌到700多 今天马上回到860几去 各位 一张差10万块 就这么两 而且这次股票 我还是提早再给你注意 各位 这23号是比这个 这礼拜二是更早一天 还更早一天我跟你提 我说来这边 700多块钱的股票 嗯 到今天800多 一张差将近10万块 谢谢各位 那尹薇薇薇 我有没有眼光 把这些股票 通通都事先事先 这是4月23 你去看看23号那天的股市大攻略 好了 我没有特别给你提到 尹薇 我说拉回幅度够深 赶快进场吧 什么叫逢低买进 什么叫逢低买进 就在这个地方 礼拜 你去看看4月23号的节目 我没有特别给你讲尹薇 所以你去看一看 好了 所以在这样的话 所以果然到这边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 我还是跟你讲 我说目前在AI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散热跟检测 我认为这两个群是比较强的 你可以特别注意它 不过当然 这些股票相对来讲 是比较不是低价股 所以我在讲说 如果你有个两三百万以上 或者是上千万以上的话 果然跟上我 我带你继续买这些 这个就是比较中价位以上的股票 因为股价 能够守在两三百块 或者是更高价位的话 通常代表说这些公司的体质 长期的体质 是比较好的 当然说 我说这适合 如果你有个几百万以上的话 跟上我带你这个 我今天 我就是基本上 我都带着比较之音 大家会在做这些 真的体质 长期来讲 就是我一直所谈的这个问题 有没有 我说这个 什么样的股票 它这个未来 能够持续有大波段的这种涨幅 有没有 这群股票 好吧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不过当然我说这个 这个 站在比较中低价位股票来讲的话 那我说 你可以特别注意一下航空股 还记得吗 那 24号那一天有没有 嗯 我跟你讲 我说来来来 这个旅游旺季 逐渐逐渐要来了 那尤其因为长龙行呢 就在这个24号那一天 礼拜三那一天 股价开始突破 有没有 突破这个中断整理区嘛 所以24号那一天 我也 我就在节目上啊 我跟你讲 我说来来来来 这个 这个三十几块钱 人人买得起了吧 我说来来来 那航空股的话 因为重点是因为股价在突破这个整理区 再加上有这个题材在 我说给一支 什么样的股票 这个基本上可以这个 不管是短线也好 或是比较容易产生波段行情 就是它的这个基本面 有这个条件存在 那技术面呢 又突破了这个整理区 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 这些股票后面呢 基本上 不管短线中线 总是比较有波段上涨的机会 让你去赚钱了 你看 礼拜三给你讲完之后 果然呢 今天长龙行继续啊 往上一根红帮又给你上去了 哇 你看 如果说这个 不管是礼拜三也好 或是刚好昨天礼拜四 这个小幅度拉回一下 你进去买的话 你今天也算先赚好几% 而且重点是 既然长龙行 开始往上涨的话 那当然各位 华行来讲的话 那就不寂寞 这个讲这个叫做送分题了 华行就是送分题了 对不对 一样啊 所以目前在这种 2310块的低价股里面的话 这个你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航空股这类股票的话 是比较有机会的 就像里面 礼拜三24 已经跟你率先就讲这件事情 好吧 所以这来讲的话 是这个目前 在这一群里面的话 如果你的紫金 比较少一点的话 你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些股票 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说我讲 我说很多的股票的操作 我也在市场上 总是有一句话 对不对 大家都说千金难买早知道 但是我访问很多的人 我说在股市 真的千金难买早知道吗 会去讲说千金难买早知道的人 多半就是没有什么方法 看不懂 现在也看不懂未来 才会讲说千金难买早知道 但是反过来讲 那股市二八法则里面 只有那20%长期的赢家 那20%的赢家是怎么来的 做股票赚那些钱 是用拆的吗 是用赌的吗 当然不是啊 那表示那群真正的赢家 他们长期以来一定是有一个好的方法 让他们能够 不管在大盘涨或是跌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能够有一个好的方法 把未来 把未来能够涨的股票 在现在市场上看不出来的时候 但是这群真的20%的赢家 他们就是有方法看得出来 对不对 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好但是问题是 你光总这个道理没有用 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方法而已 也许你会问我说 韦老师难道你有这样子的方法吗 我有没有 好那我们来看一样事情 这个 其实各位以鸿海来讲的话 不管怎么样 反正礼拜三到今天 他就股价从这个150块以下 这个140 当时这个在礼拜三之前 他的股价一直在144上下 在这个地方不断在短线做了 一个多礼拜在整理 对不对 那重点是 好那就在这个到礼拜二到这一天为止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我在股市大攻略 我在群组上 已经连续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我不断的跟你讲说 鸿海鸿海鸿海 它的股价一直有没有 有手在大呼现在 这144这个上下 有没有 到礼拜二为止 嗯 我说来 所以我说好啊 那不管大盘跌成什么样子 可是呢 那股价已经稳稳的守在 既然能够守在大呼现在 144这个支撑这个附近 所以我说赶快进去买 各位 我的会员就在这个地方 我带他们进去 就在买鸿海 所以当礼拜三 哇 从来之后到今天好爽 一张已经啊 基本上赚就 一张赚就快1万块钱 而且 那问题是 当时到礼拜二这一段时间 节目你看了吗 你跟上了吗 来 导播放VCR 当时在礼拜二那一天 我还怎么样跟你预告鸿海的 请我放到VCR 将近快一个礼拜的时间 它的股价就没有再破新低 而且重点是 那为什么鸿海在这个地方 股价没有破新低 当然了 鸿海基本面好不好 很好 基本面好大家都知道 但是回归在技术面上 在操作面上 各位记不记得 当时在上个礼拜 在这里的时候 嗯 我就跟你讲过了 我说 鸿海的拉回 你开始要注意 大物线的两个关键的位置 一个在144 一个在 最大的关键在136 那我上个礼拜就跟你讲过了 我说 鸿海的股价之后 基本上这个144 都能够守住不跌破的话 那它叫做强势整理 对啊 我已经跟你预告了好几天 好你看 就从这个地方 有没有 之后从上个礼拜五 到昨天到今天 已经又经过三天的时间 后来的股价基本上 还是守在144 这个之上 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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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对我讲嘛 股市怎么会 股市当然可以前进 早买早知道 绝对有方法 绝对有方法 只是你自己 有没有这样子的方法而已 你有的话 你就是那股市里面 长长久久那百分之二十的赢家 如果没有的话 那拍谁 那就你的心情 永远就是随着大盘 涨涨跌跌 齐齐复复复 那问题是 你是哪一种的投资人 如果你也希望说 就像我老师讲的 对不对 哎呀这个东西 股市里面 有方法有定见 那这个不论是大盘也好 不论是个股也好 你当然有办法 对不对 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都有让你绝对有 让你赚大钱的这个机会 好各位 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你自己 在股市里面 这个基本上还是起起伏伏的话 我希望你在今天 或是礼拜六 礼拜天 打电话进来 手续办好 或在群组上 赶快加入群组 然后这个留你的资料 从下个礼拜一 也是准备要进入五月份了 那么进入五月份之后 一旦大盘能够稳稳地站上月线 重新再来一波的话 那在将来在五月 甚至未来更长的时间里面 再来什么样的股票 会是下一波 会抢涨的股票 那就是重点 跟上月红庆 我已经在布局五月份 还有一些股票 要开始上来了 那赶快这个 手续办好 从下礼拜 开始之后的话 跟上月红庆 然后把下一波的抢涨股 我再讲一次 因为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千金可以买找之道 OK 有了这个方法 不但过去赚钱 现在赚钱 未来的长城99 还有更多的股票 要从这种方法里面 帮你找到这种 这种黄金的股票出来 OK 跟上月红庆 跟上这个大戶线 跟上标顾五月OK 最后的顺利 感谢各位